新鮮食材加上美味湯头 热乎乎火锅让人食指大动 现在不必到火锅店排队 在家就能轻松煮 拆开料理包倒入汤底佐料 接着秘密武器加热包 有了它浮起来了 加入一定比例的水化学变化 自动加热 焖煮15分钟自煮火锅大功告成 火锅店料理原汁原味 搬回家一个多月销量破10万碗 缔造近2700万元业绩 有餐厅也看见火锅自煮商机 卖起了真空包装汤底 浓于麻辣汤头内含鸭血豆腐 煮滚后搭上爽口配菜超方便 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规划很久了 那我们是从到去年才开始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要往这方面走 台湾火锅一年上看300亿元商机 冷冻汤底成为名店商机新战场 包括老四川这一锅海底捞挡名店 纷纷推出汤底拉拢周边客群 不去火锅电视 比较偏向回家自己说 因为有小朋友在家里比较方便 我自己煮对比较方便 而且你的火锅料都是可以选择 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大卖场也公布热销汤底 第一名是经典的亚方羊肉炉 台底捞系列和阿管川味麻辣锅 分别占据二三名 卖场业者说冷冻汤底一年四季都有 近百万元商机 自出火锅成了趋势商机站 才正要开打 记得六名相遇台北参访报道